作者 旺宇 由丧子为您播讲 咱们接着说《凡人修仙传》第668集 徐姓青年和银翅叶叉同样围到传颂镇旁边 只是他们可不怎么精通法镇之术 此刻见韩丽如此神情凝重 银翅叶叉忍不住地问道 怎么回事 传颂镇出问题了 传颂镇没出问题 但是却被黑风旗的空间之力封住了 除非打破这个空间 或者黑风旗主人主动放开禁止 否则我们无法传颂出去的 什么 打破空间 怎么打破 难道我们要灭了那圆叉圣祖不成 我们要是有如此神通 何必也还着着急急离开这儿呢 银翅叶叉一听这话大急地说道 道友和我说有什么用 好在此魔现在一心对付宫殿中那个人 现在只有困住我们 还来不及对付我们 我们仔细斟酌一下 看看能否想到什么脱身之策 抱怨之言 道友还是免开尊口吧 银翅叶叉文言大怒 目光中凶色一闪 随即想起了什么 哼了一声之后 又把怒火强行压下 目光闪动不停 思量起来 一旁的徐姓青年目露沉吟 林音平和龟灵呢 都无奈地走出法阵 个个是愁眉不展 就在韩丽等人一时间呢 在这个封闭空间内束手无策之际 空间之外 黑袍女子被一股黑色飓风包裹其中 看了看空中乌芒大俭的巨棋 面现出一丝冷笑来 此刻除了她身边几根风柱之外 附近狂风已经渐渐停息了 四周在显出一副狼藉之向后 渐渐清晰可见起来 虽然施展了空间神通 让这黑风旗威能被占用不少 但是眼前的九针伏魔大阵已经被毁 剩下的威能也足以对付 没有人控制的八灵尺了 死灵宝虽然厉害 但是全靠自己的灵性 又能发挥出多少神通呢 也只能镇压下宫殿中 没有自己躯体的狼魂罢了 如此想着 她目光往身外扫去 只见呢 八只灵兽幻影在飓风撕扯下 不停地碎裂溃散 又在八灵尺神通之下 重新凝聚在一起 虽然他们无法攻进飓风之中 此女也不愿意轻易地走出飓风的保护 黑袍女子面无表情地把目光一转 突然望向了宫殿上的某人 那位自从斗法以来啊 一直待在附近没有离去 也不敢有其他举动的大头怪人 刚才黑风旗下 恶风虽然猛烈 是宫殿中心处呢 却安然无恙 安全之所 此位倒是完好无损 黑袍女子明眸一闪 口中传出乐声 叶道友 你去将那八灵尺给本圣祖取来 放心 有我看着 不会让龙梦对你出手的 这怪人一听这话啊 脸上一阵陷出犹豫之色来 怎么 闹友害怕本圣祖无法保护你的安全吗 这黑袍女子轻笑起来 轻轻扶了扶额 前青丝就随手一抬啊 指向远处的叶家修士 那几个人正在原地 放出护身法宝 簇拥着白袍如生的幻影 此刻 一见黑袍女子的举动 顿时大惊起来 仙仙玉指一动 但是指尖处丝毫灵光未现 黑袍女子仿佛只对空气虚弹几下而已 叶家修士一头雾水 这大头怪人见此情形也是一正 没明白黑袍女子是什么意思 就听到扑扑几声闷响声传出啊 叶家修士中的道姑和一旁的老者 眉宇间诡异地 展开了一朵血红的小花 尸体直接翻身栽倒 其护身法宝和护体灵光 竟丝毫没有作用的样子 剩下的方脸中年人 却身前白骨环影一闪 黄光一荡后 挡下了一枚半透明的圆珠 此珠子只有拇指大小 晶莹剔透 被黄光一弹而开 就听到砰的一声自爆消失了 被这几个人簇拥着那白袍如生的幻影 同样在眉宇间挨了一击 虚影瞬间破裂消失了 黑袍女子和大头怪人同时出声 只是黑袍女子啊 献出的是诧异之声 而怪人呢 则是一惊 应月环 不对 是仿制品 这黑袍女子喃喃一声啊 献出一丝意外 怪人面容一下子阴冷下来 圣祖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既然夜道又不放心本圣祖 本人自然要给你施展下手段看看了 怎么 这些人难道和你有什么关联 这黑袍女子目光一瞥 漫不经心 哼 这大头怪人冷哼一声 仿佛有所不满 还是没有说出什么 但是目光最后落在了白袍如生 虚影消失之处 脸上又有些惊疑起来 这个时候 两名身死的夜家修士 尸体爆裂开来 两只猿鹰惊慌地从里头逃出 直奔方莲修士射去 方莲修士呢 面沉似水地将身前的骨环一收 让这两个猿鹰 没入她的袖口中不见了踪影 然后再次放出骨环出来 在这过程中啊 她眼睛眨也不眨地注视着黑袍女子 生怕她趁机在突失落手 不知道是一击不中 不屑于再出手啊 还是刚才真只是想让大头怪人 见识见识她的神通 这黑袍女子并没有理会 方莲修士收拢 这两个死了的原因的举动 而是冲着怪人继续说道 叶道友 只要帮我将这八灵池收起 也算助我一臂之力了 等脱困之后 我自会给你灌注魔器 你寿元大增 而一会儿对付妖妃时 你也无需出手 难道就这点事 道友也无法做到吗 说到这儿啊 黑袍女子玉容阴寒下来 黑白分明的明眸 突然照上了一层血色 看起来显得妖异至极 大头怪人神色一变 自然听出这位 原刹圣祖化身的不满 当即思量之下啊 知道此险不冒 看来是不行了 一咬牙一跺脚 也不说什么 身形像八灵尺 是飘扬而去 就在这大头怪人 身形方一动的同时 宫殿下一声 冰寒冷哼传出 在怪人头顶处 突然空间扭动 一只十约杖惊人的巨手 一下浮现而出 毫不客气的一握成拳 犹如小山似的 向怪人一砸而下 感受到巨拳 带来的可怕灵压 这大头怪人一声惊叫 当即就要倒退而出 但是就在这时候 黑袍女子一声轻笑 御手冲着宫殿方向 轻轻一拍 轰的一声巨响啊 巨拳仿佛被什么东西 击中一般 竟一阵被击地横飞出去 随即溃散为点点白光 这怪人心中大定 当即不再迟疑顿光一闪 化作一道黄光 是直奔八灵池卷去 但此顿光方射出十余杖 却从一侧呀 传了一声低不可闻的轻叹 随后附近的虚空一芒一闪 一柄黑红色的怪刃 从中击射而出 化为一片黑红刀光 直奔怪人席卷而来 啊 黑血刃 这大头怪人倒吸口凉气 脱口叫出来 不加思索的一张嘴 一柄黄色小剑喷出嘴里 那化为杖许大的飞剑 略一盘旋 是幻化出重重剑影 将自己护在其中 随即这怪人再单手一翻转 一个洁白无瑕的小瓶子 出现在手里 临大敌对准飞来的刀光 就瓶口道 一片白侠从瓶中射出 一下迎上了那道 一闪即逝道的刀光 这两者一接触啊 黑红刀光略为一角 就将看似凝厚的霞光撕裂成了碎片 随即黑红光芒一闪 刀光芒中间一凝 化为一口数杖长的黑红巨刀 对准怪人迎头就是一盏啊 这大头怪人面色有些惊慌 两手一掐绝 催动着黄色巨剑抵挡 同时袖袍一抖之下 又一口飞叉 幻化为一道银芒向空中射去 黑红巨刀落下的时候 被重重剑影一挡 略一顿 但随即低沉的嗡鸣 所有的剑影啊 竟如同纸屑般的被一击而碎 直接碎在了巨剑的本体上 黄色巨剑发出一声哀鸣 剑体上和刀光一击之处 竟立刻献出一道裂缝来 怪人面色一白 不禁张口喷出一口黑血 索性这个时候 那口飞叉正好飞到此处 一抖后 幻化作一片荧光 急忙协助巨剑 抵住了巨刀的斩落之势 不过呀 很明显 即使加上这口不凡的银叉 两件宝物也根本抵挡不住 此刀光多久 大头怪人周身灵光一闪 就要向一侧倒射而出 远处的黑袍女子 见到此幕面色一沉 单手冲着宫殿上空的某处 无人处一弹 顿时一声闷哼传来 一道淡淡的白影一个猎妾 在那里献出身形 正是叶家大长老 那名早就隐形的白袍如生 不过此刻他面无表情 胸口处多出一个细细的血洞出来 看那个位置正是心脏 却不知为何竟然一副没有大爱的样子 白袍如生被逼出来的同时 远处正斩下的黑红刀光也大受影响 一闪之后黑红一芒降低不少 竟让大头怪人的巨刃和银色飞叉挡住了巨刀的斩下 怪人身形一晃 人就此趁机向外击射而出 总算是顿出了巨刀的一展范围 这个时候啊 那个白袍如生不离胸口处的伤处 凝望着远处怪人历声说道 七叔 你想逃到哪里去 黑血认识叶家传承之宝 也是本族处置叛徒的法器 你既然和这古墨圣族勾结在一起 将叶家抛制到脑后 就不要怪侄子不客气了 这件八灵尺是叶家必得之物 若想将此物拿给那妖魔 就先把自己的命拿来吧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丧子演播的凡人修心 听到儒生此言 大头怪人面孔开始有些红白交错 但随即冷笑一声 露出满不在乎之色 竟丝毫辩解的意思都没有 看到这怪人不在乎的神情啊 儒生脸上煞气一闪 双眉竟渐渐地倒树起来 整个人变得异常凶狠 和其先前一直表现的儒雅形象 竟大相径庭 黑袍女子先是一击没有击杀儒生 已经有些意外 此刻见儒生露出这股凶煞之气 眉头一皱 二话不说呀 虚空一抓 动作是轻描淡写 丝毫不见火气 但马上滋拉一声 破鸣声传出啊 五道半尺长的晶莹的立芒从手上脱手射出 一闪即逝就到了儒生面前 速度之快如同瞬移一般 白袍儒生 瞳孔骤然一缩 但是奇怪的是 并没有任何躲闪之意 只是一张嘴 喷出一圈 圆盘状的火红法宝 略一转动下 红芒万道 竟将其身形淹没在其中 这五道立芒 并没有击到法宝上 因为一只白色大手 浮现在儒生前面 迅雷不及掩耳的一把抓去 竟将这些立芒 抓到手里 五指掠一用力 就将晶莹爪芒 捏得溃散消失 这黑袍女子见到此幕啊 目光中闪动下 露出凝重之色 这个时候 宫殿中传来了 龙梦的冷笑的声音 远差 你能驱使人类为你取宝 我同样可以和人类修饰联手 别想轻而易举地 破掉八零尺的禁止 我倒也想看看 被镇压如此多年 你当年纵横人气的魔宫 在面对着佛宗灵宝下 能施展出几分来 就算 你真能侥幸破掉八零尺 不知道最后面对本非时 那借助外力 嗯 吸取的一些魔器 还能再残留几分呢 这黑袍女子听到这话 脸色微变 眼神骤然一冷 但嘴里头却淡淡地说道 不管有多少魔器 对付你一个没有躯体的残魂 本圣祖还是大有把握的 再说了 这里这么多灵丹妙药 本圣祖魔器损耗些怕什么 龙梦声音一顿 随即响起了什么 声音马上一变 灵丹妙药 老魔 你想 但是未等此女把话说完 这黑袍女子诡异的一笑啊 一手冲空中黑风旗轻轻地一弹 顿时一道绿色法掘弹射而出 一下子击在磁堡上 没入其中 原本静止不动的乌黑巨旗一抖 旗尖随之一沉 上面黑芒暴闪啊 一道乌黑的光柱喷射而出 此光柱一闪即逝 方一离开黑旗就凭空消失了 下一刻则出现在远方的方脸修饰的面前 乌黑光柱随后爆裂而开 点点黑色灵光四散之后 瞬间一道乌黑风柱在原地冲天而起 竟一下子没有料极地在方脸修饰卷入了其中 这风柱中凄厉呼啸声大起啊 浮现出无数诡异的黑色的锋刃 在剧烈的旋转下 仿佛成千上万的利刃 向中心处乱切而去 方脸修饰大惊 急忙将浑身的灵力 狂注到身上的骨环里 骨环上幻影重生 一层刺目的黄芒 组成光照形成 将修饰护得严严实实 但是黑色风柱太多太密 而且似乎还蕴含着什么特殊的神通 每一道风柱都展在荒罩上 全一闪不见踪影 竟不见其爆裂开来 而光照表面呢 却在片刻后 诡异地浮现出一道道巴掌大的窝口 密密麻麻 仿佛凭空消失一般 在如此诡异的攻击下 黄光所化光照 虽然凝厚坚韧 也刹那间七零八落 然后在方脸修饰难以置信的目光中 黑色飓风旋转猛然加剧 光照就在无数黑芒闪动中 崩溃开来 骨环竟也开始寸寸断裂开来 方脸修饰面无血色 随即一咬牙 张口喷出一口青色的飞剑来 然后一声低吼的人剑合衣 化作一道青红式击射而出 将那明显毁坏在即的 弥天灼丢在了原地 看来他也清楚 继续留下的绝对是死路一条啊 也只有拼命一试了 啊不要 白跑如生一剑方脸修饰如此举动啊 面色大变急忙大喊 但是此话已经迟了 青红方一没入那黑蒙蒙的飓风中 那青光一阵乱闪 随即传了一声凄厉惨叫 啊 青红通体爆裂开来 方脸修饰马上就被乱刃 分尸了 但是碎石中一阵尖笑响起 立刻射出三个颜色各异的光团 光团中各有一个寸许高的原因 三个连金一起 同一方向飞射顿去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providedМkar